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目前投资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在昨天我已经先预告一件事情 我说昨天台北股票市场的涨 他是因为为了要做周选择权的一个结算的关系 所以他给他撑住了对不对 但是我说在看大盘之前你先看两档指标股 一档就是目前整个台北股票市场里面 这两天这个量占比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做连电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看我们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做台积电 我说假设这两家公司 他们的整个技术面 如果出现一个弱势的一个讯号的时候 一定会带动整个加权股价指数的回档 但是回档回来你不用担心 因为结构上面会出现一些改变 有一些个股它会吸收 它会再去迎接那些从高档回来的这些股票的这些资金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涨跌之间出现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 以前大家不关心的股票亮灯涨定了 大家最爱的股票呢 纷纷开始怎样 高档开始回档了 所以我说连电嘛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档股票啊 当我的量占比它已经来到市场第一 它就影响了整个多头的关键 它会影响到整个加权股价指数的关键 所以啊 昨天是不是有一则新闻出来 以前大家都在热炒嘛 连电它有转单的效应啊 当这个转单效应出来的时候 我说你要注意11月份的营收哦 如果这个11月份的营收 它表现出来 根本没有大家所想象的这么好的情况下 那股价势必要做修整 尤其是外资一直喊到哪里 喊到了60块啊 我说外资如果喊到60块 它打个八折变48块钱 那你以现在的连电来讲 它的股价是不是有点高估了 那它今天回档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因为11月 它的营收并没有出现到 大家非常乐观的一个状态嘛 它没有出来嘛 所以连电回档 一定会带动谁 带动第二名量战比第二大的 叫做台积电的部分 所以台积电呢 今天也开始做回档啦 目前盘中跌了1.73个percent啊 1.73%来到511块哦 如果你在前几天去做追价的同学 那拍谁 你现在呢 台积电你不赚反而还是套牢 那我说你套这个还没有关系啦 因为未来你还是会做解套啦 只是重点是啊 每一次都用追价的方式 看到台积电 哦 快哦 大家快来买哦 大家都在推荐 然后每个告诉你金元代工 未来会很好 然后就跑去做追价 那真的会让你赚到钱吗 那真的会让你赚到钱吗 你看到今天台积电的走势就一样啦 所以什么时机点该买台积电 我是不是都有清楚的告诉你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 它还没有到嘛 它还没有到 那你就要等我的讯号 你要等我的指令 再去做动作好不好 同学 所以你看哦 之前我告诉你说 台积电最高点506块 这个地方它会过去 但是当台积电过了506块钱以上 同学 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啊 再去追 再去买 那如果说假设 你又追在那个高点上面 它如果开始做修正的时候 它如果回到了 那个极度恐慌的位置 该买的时间点 你又怎样 又没有钱了嘛 何必要这样子呢 你等待一下啊 等待那个最好时机 再来做出发不是很好吗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要知道说 现在资金它往哪个方向 在做移动 真正影响到大盘的关键 甚至真正影响到指数的关键 它会在哪里 把这个地方搞清楚 你在操作上面呢 才会无往不利嘛 所以我说电子类股 开始出现一些高档性的 卖压出来 可是资金 它早就已经在移转了 只是你之前 一直都没有发现到而已 那我帮你看到啦 我已经先帮你看到 这个资金正在移动的一个现象嘛 所以同学你看到喔 今天加卷股价指数 目前盘中跌了103点 对不对 但是红的在哪里 红的在钢铁啊 今天涨了2.19%的同学 塑胶啊 今天涨了0.43%的同学 那电子跌了1.3%嘛 所以我说结构是不是出现改变了 钱是不是在做移转了 那这些所谓的传产 这些所谓的原物料的族群 它明明股价就还在底部嘛 那那种底部 那未来又有一个涨价的题材 这个涨价又是涨真的 不像人家讲的转单效应是假的嘛 所以我说我把资金移过来啊 我把资金parking在哪里 移转到所谓的原物料上面去啊 那你说今天指数大跌 so hot 那又怎样 今天指数大跌的过程当中 钢铁骨龟这不就亮灯涨停了吗 它一样亮灯涨停收到暗暗啊 这个叫做低买三法 指数大跌五不跌均线向上海味上 亮缩回档它会继续涨嘛 所以我说未来的行情你要注意的 是大家没有看到的一个机会啊 这个机会点在哪里 在所谓的涨价的题材里面 在所谓十年一次有没有 原物料的大行情 之前我在跟大家谈的时候 真的我相信你都没有感觉 那没关系 因为市场的资金 它本来就这样 它在偷买股票的时候 它怎么可能告诉你啦 它在买股票的时候 亮灯笔产生讯号的时候 它会敲锣打鼓的告诉你说 快有原物料在涨价喔 它怎么可能这样做 它只会告诉你 联电未来有转单的效应 所以叫你赶快去买联电啊 然后呢 它自己怎样 它自己偷偷的把资金放在这个所谓的原物料的族群里面啊 所以我从资金的流向我就看到了 未来的资产速化钢铁资金开始在转入底部准备要做起涨嘛 有没有讲在前面 是不是跟你讲在前面 所以资金的流向 它真的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里啊 尤其是我说这些类股 真的 讲实在的 它的获利真的不差耶 这真的不错啊 而且呢 你像电子股当中有很多的股票 我讲实在的喔 它已经涨到 我都不晓得 它为什么会涨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真的看不懂的情况下 我不能带你去追啊 那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方式 甚至涨停板就叫你一直去买 一直去买 一直去买 那真的涨停了 隔天还有吗 还有空间吗 可是我买 像我买这种标的 威智有没有 我当时在告诉你的时候 我说这支钩票量占比1000来到750 有没有 这个地方大量一根一根的长红棒开始在买 这些人是买假的吗 有的人会告诉你 威智后来会涨停吗 都没有啊 有人会告诉你 钢铁现在正在涨价吗 也不会啊 但是资金的流向已经告诉我 它就是有人在偷买 所以呢 强势股有没有 拉回 我说我要站在买方 尤其是它的获利跟它的毛利 都是年增一倍啊 那你说电子股 电子股有像年增一倍这么多的吗 那他们在买这些股票是为什么 转机题材机会来临了吗 所以你看到我 我说当时我在买 就是这样买啊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有没有 11.8元买进 11.75元成交 然后呢亮灯涨停 再来亮灯涨停 再来亮灯涨停 有没有 连续亮灯涨停 我说它也不是电子啊 可是它可以涨停嘛 然后呢 再来第五根的亮灯涨停嘛 这样一个波段上来涨了60个percent嘛 五根的时间去60% 就五天的时间而已啊 那同学我问你它是什么股票 它叫做钢铁呢 它是所谓的做钢筋的公司呢 那为什么它会涨 因为有资金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嘛 偷偷的在这个原物料的大行情 准备要起来的时候 已经有人先看到 有人先看到 它就下去做布局的动作啊 所以它这样子上来 你的买点是对的 这样子就已经60%了 就已经60%了 那今天呢 你就看到了 2028还是没变啊 我说钱还是在嘛 重点是 它就是走什么 这些大量 它是一个布局的讯号嘛 强势股拉回 回到月线 月线向上 它没有破嘛 均线向上 还会上 量缩回挡 未来会继续涨 所以今天怎样 亮灯涨停板呢 那它有没有经过量缩 有啊 它有经过量缩嘛 所以它是不是完全符合 我跟你讲的 用低买三法的方式啊 指数大跌 我不跌 均线向上 海会上 那量缩回挡 它会继续涨 这个就是一个操盘的公式 一个操盘的法车啊 我没有跟你讲 十档百档哦 我没有跟你说 这么多股票 我就跟你讲说 原物料的大行情 它要来了 那如果说实在的啦 你的老师 每天告诉你 涨停板 可是我告诉你的是 一个操作的观念 一个操作的架构在哪里 所以十年一次 原物料的大行情真的要来了哦 你今天看到的只是刚开始而已哦 包括资产 包括售化 包括钢铁 资金开始转入 底部开始要去做起涨了 我告诉你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标的 是现在大家还没有发现的 但是已经有人在买 已经有资金在做布局了 欢迎你跟上脚步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 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房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哦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性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到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应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其实在操作上面 我们不只是看台股而已 我们必须要从国际的角度去做出发 包括你要干费城半导体的状况 包括美国纳斯达克 道琼指数 其实我说实在的 现在是一个资讯非常爆炸的一个年代 那也因为资讯爆炸 会有很多错误的资讯 流到你的手机里面 流到你的电脑里面 那你要怎么去评估 这个真的需要专业哦 同学 我们在看这个原物料行情的时候 我们在找这个原物料的资讯的时候 其实我说实在的 没有一个团队去给你做协助 你怎么知道原来钢铁 它的价格在涨 你怎么知道原来塑化的报价 它正在往上扬 甚至国际的铜价 它已经创下新高的铜学 那当这些原物料 它都在上涨的时候 其实我问你哦 你觉得对于企业来讲 是不是有一些人它会受害 但是有一些人它是会受贿的 我们换个角度来去思考 你今天所有的东西 你的成本 必须要去往上去做电高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的产品售价 没办法跟上那个脚步 那有一些人他会怎样 他在财报数字上面 就算营收往上成长 他未必获利会跟着增加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 整个市场上面国际间的价格 来去把我们的资金 来去把我们资产做移动 去做一个规划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 我会在500块钱的时候 我把整个台积电 我先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后面那一段我在等他 因为我要等一个 极度恐慌的位置 我要等待大家都不要股票的时候 我才要下去做切入的一个动作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讯号 那我就把资金先parking在其他地方 尤其是这些原物料的族群 包括资产包括硕化 包括钢铁这些 这个都是十年来都没有涨过的东西 同学 所以这十年来都没涨 代表说什么 他的筹码稳定 我叫你去买这个 我说实在的 以现在的融资来讲他会去买吗 融资对吗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电子股身上 因为想要抢个短线 那如果说大量的资金 这些风险性很高的资金 全部都卡在电子的时候 那原物料呢 他不就是筹码相对稳定的吗 他不就是筹码相对 比较集中在大户手上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我在操作股票 我是先求胜 我要知道我能够赢 我才要去买 而不是先求赞 然后希望我能够赢 我不是买了之后 我才希望我会赢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在看这些硕化股的时候 当我在看这些原物料族群 我也告诉你说 其实有一些东西它正在涨价 只是这个涨价的东西 你要搞清楚 它到底涨在哪里 那如果说你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那很容易错失一个很大的行情 包括我说涅价的部分 对不对 铜价在涅 涅价在涅 那涅价它会影响到哪里 它会影响到所谓的不锈钢的族群 那你看哦 这个是国际涅价的部分 它已经创下了这个疫情 前的一个高点了 那涅价上涨会带动 包括铁价也在涨 不锈钢的价钱 当然未来也会涨上去 那我说如果现在整个疫苗 它要去做运送 它要开始全世界去做运输 那运输的时候 它会不会用到很多大量的不锈钢 你的这些疫苗 你都要需要在零度以下的这个状况下去做运送 里面会使用到很多的干冰 里面会使用到很多的纸箱 里面也会怎样 会使用到很多的不锈钢的运输的东西 所以我说不锈钢的价钱 已经慢慢的怎样 看到了一些转机出来了 看到了一些机会出来了 所以我说有人在偷买 有资金在买 我先知道 我就看到了 我就已经看到了 所以像这个股票 我当时是不是告诉你说 量占比1000来到300 这个买的量比谁还大 比威智还要来得更大 5xxx 5xxx 我说威智第二 我在等你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那我就等 我等什么 等到这个地方 我说进场的位置 进场的位置来了 强势股拉回 波段起涨的股票 它一定会走一个量缩整理的格局 因为第一买三法告诉我的 均线向上还会上量缩回档 它会继续涨 它会继续涨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这档标题是什么 不锈钢 不锈钢的股票叫做 它也不是什么电子 它叫做5014的建仓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 我说谁在偷买 量占比从1000来到300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拉回站在买方 所以买进去今天怎样 亮灯涨停板 指数重挫103点 今天这一档股票 不锈钢建仓继续亮灯涨停板 这不就是原物料的族群吗 为什么会涨 因为涅价开始在上涨了 因为未来整个疫苗方面 它会有什么 不锈钢的需求 它也不是电子 但是重点是 它今天有没有涨停 它今天是不是钢铁股当中 也是一样涨停板的一个标的 所以重点在哪里 资金的流向 钱在买什么 当这些大户主力大户 他们在偷买的时候 他不可能告诉你的 他不可能在媒体上面放送 然后叫你一起来 做参与的一个动作 不可能 所以我说这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 我要等它回撤 我要去做布局的动作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因为量占比从1000来到300 这一根一根的大量藏宏 告诉我说这支钢票 有大户有主力 有很多大的资金 在这个里面 同学 但他们不是买联电 他们不是买联电 也不是买台积电 他们也不是买联发科 他们在买这个 为什么要买这个 因为便宜 因为第二个 它未来有大幅成长性的一个空间 这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不就是要帮你看这个东西吗 我不是要先预告给你有这个东西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而且我都预告在前面 有没有 我是不是这样子告诉你的 我说位置第二 买点快来了 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 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你的买点是对的 今天亮灯涨停板 everybody都赚钱 每一个人 是不是全部 全部的人都赚钱了 是不是everybody都赚钱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操作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你看 它是符合低买三法的公式 谁在这个地方做偷买 量占比从1000来到300 这一根一根的大量藏红 预告的这些股票 有资金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均线向上还会上量缩回档继续涨 那今天又出一根大量藏红了 那我说这根大量藏红是开始还是结束 它是开始还是结束 如果它是开始的话 那你跟我一样是在低买的人 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 你现在根本就不用想说 我到底现在什么时候要出 涨完的时候再出就好了 真的来到了biz新高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调节就可以了 那重点是你所要的切入的时间点 一定要是赢的嘛 所以胜兵是先求战 胜而后求战 败兵才是先求战而后求胜 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资金做调节 你现在看到了 我给你苦口婆心的告诉你的是 十年一次的原物料的大行情 资产塑化钢铁资金开始在转入 底部开始在做起涨的一个动作 那今天指数大跌 你可以看到了 今天指数跌了101点 盘中一度跌到140点 现在的资金往哪边去做移动 往塑胶 往钢铁 现在电子股的资金在撤退了 那你要怎么做 你要跟着我一样吗 你要跟着我一起来把 这个资金做一个移转跟移动吗 有些个股它在底部 而且获利能力非常非常好 未来又有涨价题材的一个机会的话 时间不会等你了 一旦错过了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且你可能未来 就跟台积电一样 你可能全市场的人都在疯狂 在抢钢铁的时候 在抢塑化的时候 在抢这些原物料的时候 你就变得又要用追价的方式了 这个我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 台积电也验证给你看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你讲 我说台积电就是很好赚 可是你的买点一定要是正确的 包括位置的部分也验证给你看了 包括我之前跟你讲的 有一些这些所谓的半导体的材料 也是一样 包括今天1773的圣衣 拉出了一根连四红了 今天还是涨的 今天已经出现了 连四红的走势 我说当我的台积电 他要去美国设厂 这些原物料的族群 因为我到美国去之后 他会吸收到很多 他会拿到很多便宜的原物料 因为全世界的产油大国在哪里 在美国 当这个产油大国 他可以就近取得原物料 他未来的EPS成长率 都会往上去做提升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指数大跌又怎么样 一样涨给你看 他也要往上去做功高 所以重点在于说 你要怎么去做选股的动作 有些个股你一定要去做避开 但是我觉得机会在哪里 这个叫做十年一次的原物料大行情 你一旦错过了真的机会 你就让他溜走了 包括资产 包括硕化 包括钢铁 资金开始转入底部 开始去做起涨的一个动作 那包括今天的威治 再度来到亮灯涨停板 甚至建仓的部分 今天盘中也来到亮灯涨停板 所以你要怎么操作 你要找到原物料族群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赶快跟上脚步来 我们用低买三法的方式 指数大跌 我不跌 均线向上 还会上 量缩回档 他会继续涨 我们一起来 仰镖骨 赚行情 买其涨 不要用追赏的方式 高顺牌 带我走 我们当座 来打拼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处理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 频道 随时随地 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 不再忘不清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 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现行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 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 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 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 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 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 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 以前自负中心 副自负官丹宗安 南国来已经 启动秋冬风雨转案 来减化立境的减益促势 较理需要立境台湾 还是按台湾转机 请准备定期前三天来 COME-19核酸减养